好 至于那个 sab的 sab select的情况 lady的取值也是 force true actual 都可以 那么我们刚才那个就只演示 这个true了 其他就不演示了 效果和这个有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不再说了 你课一下自己试一下 好下边我们来说 单端加载优化 单端加载优化 你的主加载是谁呀 你主加载就是多方 你的主加载啊 就是多方 啊 那他里边 可以设置的属性 也是两个 但是应该设到哪了 你看设的标签就变了 你设到是many to one里边了呀 对不对 你你你这主加载是多方吗 放到many to one里边了 这两个属性的意思是一样的 lazy仍然是加载时机 bash仍然是 这个加载的策略 但取值不一样 取值不一样 取值不一样 你看看 lazy 这等于什么了 false 有处吗 没有 是proxy和 no proxy 它的取值已经变了 而 fetch 等于join subselect 当于join和select 有subselect吗 没有 它是没有的 所以它的取值 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么lazy proxy是什么 使用字节码代理 使用字节码代理 这个关联属性 是否延时加载 由该类的lazy 值来决定 这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一会儿看lazy就行了 这儿是不是写了个不研究啊 no proxy 这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一下啥 该策略要求对尸体类 编译时进行字节码增强 编译时进行字节码增强 否则它的效果和lazy等于proxy 是一样的 而我们编译时进行字节码增强 我们这儿就不做 这个东西我们平常就不用 我们平常就不用它 所以我们课程里边没有 所以我们这个演示的效果 和lazy等于proxy 是一样的 和这个是一样的 呜 129 5 3 4 1 Ce 5 5